政治焦点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下午启程到大陆访问 此行的重头戏就是联席会 要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而今天大家关切的焦点除了会不会促成 骂席会外就是儿子连顺文是否真的要参选台北市长 连战说呢 乐观启程 牵着夫人连芳于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风尘仆仆再度踏上访中旅程 准备以民间友人身份造访大陆 不过出发前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联席会 强调这趟访问有别以往 这已经是连战第二次与习近平会面 民意上市走春防幼 预期日前曾与联战幕僚沟通 希望透过联战向大陆提及互设办事机构中 人道探视的议题希望可以加快脚步 外界也关心联席会是否能够促成马席会 我到大陆去没有代表任何的政党或是机构或是团体 没有任何的任命跟使命或是个人落关趋程的 不过相关的事情我并没有参与 不过这趟出访时机敏感 儿子连胜文可能角逐台北市长 而连胜文没有随行 据了解就是在准备选举 对于儿子参选权力支持 家人不再是阻碍 连胜文也预计连战返台后就会正式表态 拿捏好实际点连家在国内国外都是焦点 雨电TV陈嘉宁前子民正希综合报道